共產英文九號一早接見美國海外作戰退伍 軍人訪團 國安會秘書長顧力雄也陪同接見 畢竟顧力雄不僅主掌國安事務 也跟美方相當熟悉 而現在傳出顧力雄將在520後 接下國防部長 成為台灣史上第七位文人部長 而顧力雄也被外界認為超級斜槓 畢竟過往經歷相當多元 顧力雄律師出身 過去曾當過國大代表 2016年受蔡總統邀請擔任部分區立委 接著又轉任黨場會主委 2017年在接下金管會主委 時常展現強悍鐵腕作風 2020年沒有外交國防相關背景的顧力雄 轉任國安會秘書長 起初幾年形式風格轉區低調學習 上手後在俄烏戰爭爆發後 顧力雄不只主導無人機國家隊 各連續兩年赴美參加台美高層蒙特瑞會談 和美方建立互信基礎 後續的兵役改革顧力雄也參與其中 顧力雄是親力親為 然後凡事就是顧力雄就是律師性格 就凡事都要問到細節 他沒辦法你跟他只報告一個大綱內容 他就接受了 直接去委會國防部 然後跟國防相關業務 和顧力雄有交情的徐清皇 也對顧力雄的作事態度印象深刻 現在顧力雄可能接下國防部長 也被外界認為能夠完成 國防改革最後一里路 達成軍政軍令合一的目標 我們的國防可能要更加的全面化 不能只是從戰術的角度 從國際的 從戰略的角度 特別是印太戰略角度 更能夠去跳脫以指揮作戰為議員的這種價值 所以軍政軍令的議員化 然後讓軍隊更現代化 更國家化 據瞭解顧力雄出任國防部長 也獲得美方認同 至於外交部長吳釗燮 傳出將回任國安會命書長 蔡明彥則是續任國安局長 傳出這是因賴之間的高度共識 以穩定傳承為優先考量 畢竟面對中共日益加劇的威脅 國安國防政策能否延續 格外關鍵